茶叶蛋想要好吃,卤料包是个关键,把不同颜色的鸡蛋清洗干净了,你也可以用盐搓洗一下,把鸡蛋轻轻放入水中,不要弄破了,有人说不能用铁锅煮,吃出来会有铁锈味,我觉得那纯粹是胡说,开大火把鸡蛋煮凝固了,随后捞出鸡蛋,把蛋壳敲碎了,尽量敲成大理石的花纹来,这时候转成小火。 这个时候才开始加盐,盐可以多一点,才入味,倒入酱油和生抽调色调味。 我平时家里都是备的这个茶叶蛋无料包,配料很简单,又很干净,都是整料,没有碎膜,可以拆开,也可以整包的丢入鸡蛋。 用小火煮20分钟,把鸡蛋泡一夜,口感会更佳,鸡蛋更入味好吃,您就按照我的方法做,比早餐店卖的还好吃。